洛杉矶警察夜店杀人宪政通气中 一名洛杉矶警察在夜店开枪射杀与自己发生口角的男子 加州Permona警局已经对他发出拘捕令 27岁的Solis是个菜鸟警官正在试用期阶段 星期六他会到警局上班 警方已经对他的行踪展开搜索 星期五清晨Solis和23岁的被害男子都在当地一间夜店 调查员警表示男子离开夜店之前和Solis起了冲突 Solis于是朝男子开枪数次 执法单位向洛杉矶时报透露 男子中枪后全身是血 跑离现场大约一个街区 就体力不支倒在一棵树下 有消息指出男子至少身中五枪 两枪在腹部两枪射左腿 另外还有一枪在颈部下方 男子倒下的地方现在摆着许多的蜡烛和鲜花 他在倒下之后被送往医院 因重伤不治身亡 TOMONE NEWS原创贴图开卖喽 快到LINE SOAR下载吧